哈囉 大家好 我是Loka 很開心今天要來開箱最新的HTC VR產品 那這次的VR產品除了可以玩上VR的遊戲以外 還有體驗一些VR的功能以外 其實它也結合了MR的功能在裡面 使用手勢就可以簡單來操作裡面的一些遊戲 或者是裡面的一些軟體等等 那基本上這一組也算是HTC目前為止 最新要推出的VR相關裝置 它的名字叫做 VIVE SR Elite 之前其實我也有開箱過VIVE Flow 還有進去過三創的VR專區 玩過HTC他們家的一些更專業的VR設備 其實每次在玩起來都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 他們家VR設備的進步 那這一次的VIVE SR Elite 主打的就是玩遊戲更簡單 不管是首次追蹤還是Steam上的VR遊戲 基本上它都可以完美的支援到 那接著我們就趕快來先開箱一下 這組VR的產品啦 外盒的樣子就長得像這樣子 它上面有寫著VIVE SR Elite 然後它是VR結合MR的產品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裡面的東西 好那接著就是桌上這些東西 是它裡面目前為止所有的內容物 不過各位如果拿到實際的產品 可能還是有一點點差異 沒關係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次的所有的 我拿到的內容物 首先就是眼鏡的部分 那這支眼鏡的部分其實它做的東西蠻厲害的 因為可以一鍵切換彩色透視的功能 也可以一鍵切換為VR的功能 另外它上面也有做上小喇叭 內建的小喇叭 那這個小喇叭就是在你玩的時候 可以不用戴上耳機 就可以直接聽到聲音 然後它的前面有1600萬畫素的RGB全彩鏡頭 可以從裡面看到外面的世界 而且它是全彩色的 而且它有兩種方式來 簡單的說 一種是直接變成非常輕巧便利 無需外接線材的一體機 透過內建的Viveport VR商城 可以玩內建的遊戲 另外一種是透過Wi-Fi來連接電腦 可以直接無線串流電腦上的VR大作 那另外裡面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做度數的調整 其實這一點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因為我本身有近視嘛 如果玩這種遊戲 我就要特別去戴隱形眼鏡的話 有時候還是會嫌稍微麻煩一點 不過它這邊是有做到最高600度的調整 接著它是旁邊這裡有 第二個是我們的電池的部分 那這電池其實說實在 當然多少一點點重量 不過它也沒有說到很重 它可以直接接在後面 旁邊這裡還有Type C的方式 可以直接跟我們的主機來做一個結合 這樣子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一個比較帶電池的 一體型的VRMR頭盔 那當然如果你用近腳的話 要直接來把Type C接上行動電源也是OK的 因為這樣子的使用會比較輕一點 有不同的操作方式 那電池後面這裡也有一些可以鬆開的位置 它可以把整個頭戴的地方稍微鬆開 依照你自己的樣子再去把它轉緊 每個人頭型大小不一樣 當然上面還有Type C的充電 電池的話它是有兩個小時的續航能力 接著就是後面的線材 它有一些可以連接電腦的Type C對Type C的 然後也有一條這個 這條大家看的一定是滿頭問號 其實它是可以把它接在這個上面 如果是你在帶在頭上的時候 它可以做一個更良好的固定 那再來是有兩條這樣子的充電線 它是USB對上Type C的 那這個主要是要讓手把來做一個充電 所以它一口氣也有兩條 手把的部分在旁邊 它有分上R跟L兩個部分 上面有按鍵AB啦 然後還有一些功能鍵跟類比搖桿鍵 在側邊的部分呢 也有按鍵可以按 在前面這裡也有按鍵可以按 除了可以使用它的搖桿來去做一個控制以外 這一組也有支援到手勢追蹤 所以呢可以用手勢來操作 好接著要來戴之前呢 這邊啊裡面可以先調度數嘛 那我是500度左右 我先把它稍微調一下 它其實很簡單就是用轉的而已 然後下面這裡還有一個是銅具 其實每個人的眼睛因為都不一樣 所以調了之後啊 它這邊會有可以比較開比較合的感覺 這個依照你的戴上去 看不看得清楚來做一個調整就好 OK那首先我們第一個要來體驗的是 MR遊戲 這個MR遊戲呢 它比較特別就是啊 你可以看到現在的畫面中呢 看得到我整個工作室的感覺啦 那我現在用右手當主要的手 這個遊戲呢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在你的空間當中 打怪 就是這麼簡單 整個HUD有沒有 來了 我要躲 有沒有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個 這個蠻特別的 因為你可以躲它的子彈 然後射它 它就是 等一下好像要近一點射 比較可以射到對不對 可以射到可以射到 然後因為它會從四面八方過來 所以這個比較近 先打它 然後打爆它 然後我可以直接躲這個子彈 你看那個子彈會從我面前 我要去躲這個子彈 一隻手欸 因為我是設定右手 所以左手的話 這個時候就沒有用處 唉唷來來來 居然從地面也有欸 可是我的槍的威力 啊上面是一個娃娃 上面是一個 很漂亮 好在哪裡 在上面 這個的話 等於是我們可以虛實整合 好可以直接看到 其他玩法就蠻簡單 就是你就三尺彈嘛 就打過來 就這樣而已 然後你的手把上面就是會有一隻 它就是站在你這裡 你按發射的時候就是發射它 可是我在想 射不到 是不是因為我太遠了 還是我要下去一點 唉唷咧 下去一點 喔喔喔 Sotless 喔 原來我不夠下去 所以我要過去一點 喔過去一點 打爆你 吃到了 吃到了 有一點刺激耶 好覺得這個是一個訓練反應的 然後他說準備好後 向上高舉雙手按架扳機鍵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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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他只要靠近就可以了 所以他 他不用按 他只要靠近去摸就可以了 也太考驗了吧 他說這款遊戲是不能夠暫停的 只要暫停之後就會重新開始 因為他是要訓練你的反應 戳 戳 全部都用戳的可以直接戳爆他們 兩隻手可以嗎 欸 兩隻手也可以耶 這款玩起來應該會蠻緊張 而且會 流汗 覺得肯定會流汗的 好可以了 最快反應407ms 最慢反應1.83秒 呵呵呵 最佳連擊2個 所以算是很慢耶 我覺得我的動作是很慢耶 這遊戲也蠻有趣的 但是我覺得再玩下去應該會流汗流很搭 提示 休息一下 睡眠剝奪會影響認知功能 例如反應時間 喔 所以要睡得飽來玩的話 可以反應更快啦 好不好 大家一定要睡覺好不好 好 好現在呢我要成為一個大指揮家了好不好 這隻手呢就是手勢追蹤 我們只要這樣子動 他都會偵測到 對不起 這隻手就是我的指揮棒 是這樣嗎 呵呵呵 還有一個 喔 這樣子 好 來 來 好 來 其實他的手勢追蹤是蠻特別的 因為追的我覺得還算蠻準的 而且你只要這樣捏他就可以確定 好 好 OK OK STOP STOP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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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這套呢是Steam VR裡面的3A大作 他真的是做的很精細的感覺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哇這個手還戴上了手套 有沒有 按下去之後都握起拳頭 只可惜不能打破玻璃 我剛才呢在這玻璃做了一點小手腳 歡迎訂閱 OK 你看喔 這是我畫上去我還可以擦掉 有沒有 這是我剛才畫的欸 然後我現在用手把它擦掉 他就是 真的有那種 我去旁邊再寫一個好了 拿一個筆來 再去旁邊再寫一個 我覺得VR在玩就真的這樣子很有趣 你看喔 R 我簽個名好了 會不會之後玩的人就看得到啊 ROCC OK OK 好 不要了 就這樣 訂閱 ROCCA 開門欸 真的是整個進到我們的VR世界 哇哇哇哇 哇 你幹嘛 快走好了 這個都可以都可以拿吧 有沒有 摔掉 他應該不是什麼證據之類的吧 這個可以拿吧 這有什麼東西 這好像妹妹畫圖喔 呵呵呵 好不要 丟掉 哇 我真的在裡面攝影欸 限時當不行導演 這也可以當導演 喔他這裡剛好有一個框 是不是要瞄準這裡啊 哇這什麼東西 �ff 厲害 喔喔... 喔吼喔... 歐喔...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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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ur watch... 歐... 歐... und...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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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Steam VR的3A大作 基本上電腦你還是要稍微強一點 這次我們是使用Aorus的電腦喔 那再跑起來算是非常順暢 那當然你要跑這個畫質越高 整個品質要越高 它其實在電腦裡面都可以做蠻多的調教 你可以把它整個傳輸的那個位元率調高一點 這樣子呢你的畫質就會再更好 但是網路啦或者是電腦就會再吃更高 所以要記得使用高效能的筆電啊 或者是桌墊來跑會更順一點 好我們現在玩的這一款呢 又是另外一個三列 哎唷追套有手臂勒 你看我整隻手臂都出來了 好壯喔 這一款呢在SteamVR上面啊 在Steam上面也是算 極度好評的VR作品喔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玩玩看 畫面真的好壯觀的感覺喔 VR遊戲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啦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 好像你真的在跟它做互動 Fire Camper 所以要找一個可以錄影的地方嗎 我不會記錯 還是找一個可以落腳的地方 哇它可以直接移動 哇這感覺 這裡可以吧 這裡可以吧 看一下 這裡 哎呦呦呦呦呦蜥蜥耶 這個在走身體喔 真的會有一點好像 我又飛起來的感覺 它也可以用船的方式吧 對 我把它拿起來放旁邊 這樣我就可以過了是不是 還是要蹲下 真的要蹲下耶 哇太誇張了吧 這根本就 真的就現成帳篷吧 三個罐頭 找三個罐頭嗎 T 所以這個是要拿的 把它放進去 罐頭一個 這樣 然後再一次 這樣 他可以後來直接往後面丟 然後再來拿出來 他叫我按下面這一個 他就有三個罐頭在裡面了 哇好酷喔 而且罐頭還可以直接 這個違反地心引力了吧 他是叫我把三個罐頭拿下來這裡 所以我要整箱整箱的把它放好是不是 我要把它整箱整箱放好 這個真的 超特別的 OK那現在我們就進到一個 元宇宙的化身 可以看到 我在講話 可能是因為他的麥克風接收吧 有聽到我在講話 所以這個人物的嘴巴是會動的 Viveverse 就是你的個人空間 可以自己任意的佈置 作畫 上傳自己的圖片 影片 甚至可以看到360影片 也可以直接打開瀏覽器 搜尋 看影片 或者是刷社群 然後旁邊這裡有一些簡單的 建立虛擬化身 校正高度之類的 那我要變成一個比較可愛的女生 好像也行 我換成女生好了 可能看起來大家會覺得 這支影片特別好看 流量就會特別好 他的手很奇怪一直在胸口 為什麼呢 因為我握著這兩隻在胸口 放下來也是可以 所以放下來也是可以 那拿起來 舉起來 都是可以 他的動作就是我的鏡像 他的移動其實還是一樣 就是用類似傳送的方式 在這元宇宙裡面的話 那我可以傳來這 這邊的話其實也可以放一些不同的畫作 這個之後應該都會 功能都會開啟 那包含你可能買一些 類似NFT的東西 在這邊也可以展示給朋友看 那包含裡面有些什麼 電腦的部分 要直接做連線的 直接看的 都可以 這裡又可以爬上樓 你看 超特別的 這是我的 我的不同的位置 這邊來了 這裡可以 開會 對 MASPACE 這邊可以新增一些物件 例如說辦公桌 沙發 其他等等的 做出一個 混合的 實境空間 這個也 蠻酷的 OK 最後在體驗完之後呢 其實有感受到 重量的話 算是還蠻輕巧的 然後在體驗的時候 你也可以接線不接線的時候 都可以使用 因為他這組電源 就是 當你如果要用 這種 AIO的方式 他可以玩到裡面的內容 然後帶著電池 這樣子就OK的 那因為他前面後面 有做一個配重的處理 所以你在帶的時候 基本上是還蠻OK的 那另外如果你想要接上 3A大作 跟你的Steam上面的 VR遊戲來玩的話 要接線 直接接到電腦去 OK的 然後如果你是家裡面有 Wi-Fi 6 Wi-Fi 6E的話 基本上你借電池 也可以使用 無線的方式來玩 真的在方便程度 是非常的好 以目前為止 VR的設備來講 這組是真的 還算蠻新奇的 而且他的MR 看出來的那個世界 真實的世界 也是全彩色的 也算是近期體驗到的一些VR產品 比較豐富 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如果說有想要入手這一組的朋友 我也有一些優惠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VIVE XR Elite 與LOKA的優惠方案來了 現在只要通過下方的資訊來連結下單 4月30號前結帳 輸入折扣碼 ROCCA XR 購買VIVE XR Elite 免費加送VIVE Pro上面的兩款一體級遊戲 等於除了官網送的五款以外 你還多了更多款的VR MR遊戲 可以直接玩超級划算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 下方的說明欄也會有相關說明 OK那今天這一組 VIVE XR Elite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ROCCA 我們下支影片見 BYE